5月23日,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舒磊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就以中国式现代化,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提出新希望、新要求。 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的指引下,西藏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一定会做出更大贡献,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一定越走越宽广。 新时代新征程,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一定更加奋发昂扬,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定更加幸福美好。 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中外嘉宾, 围绕新时代、新西藏、新征程,西藏高质量发展与人权保障的新篇章主题,广泛交流、深入探讨,共同分享以发展促人权的新经验, 充分肯定西藏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人权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新进步。